五大民生消费产业陷入了大缺工 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 五大民生消费产业第一个月 今年第一季平均每个月人力需求是高达了38.2万人 但却面临了找不到人的窘境 其中餐饮业缺工的问题最严重 单月短缺了17.1万人 在五大民生消费产业当中占了将近有一半 面对缺工的困境 专家提出了五大建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加薪幅度 还有鼓励任用中高龄就业人口 一起后民生消费产业回温 内需市场阵望却也同时陷入史上最大缺工潮困境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五大民生消费产业 今年第一季平均每月人力需求高达38.2万人 但求财难度大约也是占整体市场的4.4倍 其实我们的转换率大概10位 才会有一位愿意来接受面试 那当然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算是 已经算是有好一段时间 我想不管零售产业或是餐饮业 只要是劳力密集的产业而言 我们都面对相对的一个困难 在整个民生消费产业中 餐饮业的人才短缺问题作为严重 短缺了17.1万人 在民生消费产业中占了将近一半 人力缺口严重的原因也直接反映在薪资上 看看2023年整体63个产业平均月薪落在44725元 但整个民生消费产业的薪资都比这个数值还要低 其中餐饮业的平均月薪更是低的可怜 排名第60名几乎垫定 看来民生消费产业要征裁 除了要调高薪资外 更要放宽征裁条件才有望解决现况 就台北最后报道